我说过啊,很多网友口中的 我朋友,我熟人,我表哥 其实指的就是我自己 所以呢,上面这些糗事是谁干的 就不言而喻了吧 那我呢,也来说一件我同学的糗事 哎,真的是我同学啊 他跟我一样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嘿嘿,有一次呢 他的男朋友带他去法国玩 说要去一个特别的海边 那时呢,他正等着被求婚了 心想,特别的海边 其实用心思了 当时是冬天,零下几度 法国啊,这个温度真的是很冷的 他还穿得很美,瑟瑟发抖的 终于到了,他俩漫步 女孩等着一声难忘的惊喜 男友就问他 你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不知道了 男生指着远方说 这里是诺曼迪登陆的地方 这都没分手,肯定是真爱 下面这一堆组合 那也绝对是真爱 跨越物种的爱 天才与奇葩 天才动物是这样和主人相处的 小主人别怕 有本王守护你 给你摇摇来 以后有人欺负你 就报我的名字 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对待人类的 没啥就是脚有点痒 天才动物 我看到自来水是这样的反应 是个透明的灰冬的东西是啥 好凉爽啊 好舒服 不过问题来了 我要怎样才能变成这种颜色呢 而奇葩猫咪碰到水却是这样的反应 这什么东西 水 完了完了完了 我要被淹死了 天才狗狗总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你想要什么 把男的拿回家了 好的收到 别人想干嘛 再来 到哪儿 回家 到哪儿了 去找老师 笑 你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